2024大選民調看華視 今天的大選民調解密要帶您來聚焦 近新聞的最新民調 這份民調我們會帶您關注參選人的民調 有一些關鍵的趨勢 以及各主要政黨在立委的支持度 也有一些變化 首先一樣要說明 近新聞民調是委託大地民意研究公司執行 調查的方式採用 手機合併序化這個比例大致是1比1 馬上來看個別參選人的民調數字 首先在撒卡都的情形之下 最新數字第一名依然是賴清德 支持度30.8% 而第二名是柯文哲26.1% 第三名是侯友宜20.7% 那這一份民調的排名 柯文哲是領先侯友宜的 而根據近新聞提供的資料 就是民眾當中政黨傾向 是民眾黨的有21.8% 那是國民黨的有27.2% 那其實差距和其他機構相比 其實算是比較少一點的 這個資訊也要提供給大家參考 而我們也要關注趨勢的部分 可以注意到賴清德他的民調是下滑的 那麼最近也有其他的機構民調是這樣的趨勢 所以被視為一個警訊 而柯文哲和侯友宜的民調 我們可以關注到 柯文哲他其實有先下跌 然後再回升 而侯友宜的民調趨勢可以關注 在這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他其實是還蠻明顯的上升的 那麼有分析指出是藍白整合的議題 持續受到討論 所以會帶動包含了柯和侯的民調 其實都是上升的 但是侯友宜的民調其實近期 他是穩定的上升 也被解讀是因為藍營逐漸歸對了 我們要來關注四強站 郭台銘參戰的情境 柯文哲一樣 他其實是在第二名 那麼他也是三位參選人當中民調 因為郭台銘參選而下降最多的 而郭台銘的民調來到百分之九點二 沒有突破 那侯友宜的民調呢 在郭台銘參戰的情況之下 他依然是有微幅的上升的 藍營歸對的趨勢 我們還要來關心立委選情 這份民調也問了受視民眾立委票 怎麼投 而且包含了區域立委 以及不分區的政黨票 那我們先看在區域立委的部分 和同一個機構上一次的調查 也就是半個月之前來相比 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的區域立委的 這個支持度 他其實是上升的 那民進黨呢 他其實是稍微的下降 民眾黨的變化其實是不大的 那麼其實國民黨上升呢 他是上升了將近百分之四 那民進黨他雖然下降不到百分之一 但是其實也是一個 一個關鍵的一個趨勢 那如果是政黨票呢 我們來關注到了 民進黨他上滑的趨勢 這邊就可以看出來是比較明顯的 那麼這裡有一個月 共三次的調查結果 一個月當中 民進黨政黨票的支持度 其實下滑了百分之三 而國民黨呢 是有微幅的上升 民眾黨上升百分之1.6 所以我們綜合這份民調 從賴清德的總統大選支持度 到民進黨的區域立委 還有政黨票的支持度 在這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都是下降的 我們綜合一些分析指出 雖然藍白河的議題最近一直是焦點 全戰不是在政策議題交鋒 那是否讓綠營支持者也沒有太多的熱情 而立委趙天麟退選事件是否有影響 這個也有人提出 那如果等到藍白河議題告一段落 參選人泰式底定之後 是否會有變化 請鎖定華視 我們帶您看懂民調 哈囉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